who who was gonna hold him 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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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a expiration 詞曲 編曲 請要縫著編曲 編曲 眼神温暖 堅定 慢笑腐舍 是一段风花 一直留下 默然挥手 冬天 雪花飘落的季节 你怀中却似春天 花香布满了时间 两春耗尽如夏天 树荫遮住了眷恋 清醒与你在秋天 情深绵绵洒落 一片片 情浅浅 请 这一间 是都办办公室 这边 请 这里是导案室 文件一般都在这儿了 来 这边请 这一间吗 不是 再往前一间 好 也不是这间 请 跟我来 这边 好了 到了 就是这里了 谭司令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啊 对啊 穆小姐还满意吗 谭司令 这间办公室就在你的办公室隔壁 但离我的办公室却很远 穆小姐是我的秘书 这样不太方便吧 许多半 是这样的 你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呢 是当案室 这对面的房间又是无副司令在用 实在没有合适的位置了 不如就让穆小姐将就一下 没事 我事可以将就 我就知道 那既然婉婷在的时候 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 那我也不方便搞特殊 我就去许多半的办公室吧 这样工作起来也方便 对吧 孔小哥 不 婉婷小姐说得对 那就不必麻烦了 我们走 不是 不是 那 那 这间 我 私令啊私令 不是我说 那我就说了放这不合适 那是人许多半的秘书 你这非离你这么近 滚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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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翻译出这几天太辛苦了 你给他们放个家上 让他们回家休息休息 司令 翻译出是最咸的 我们副官处才是最忙的 我们腿都快跑断了 要不我给你调到翻译出去 那 司令 你这就没意思了 我说辛苦就辛苦 赶紧让他们放点回家 是 快点啊 是 喂 喂 关小熊 谭司令 那个 你把晚清借我一下吧 让他帮我翻译一下文件 好嘞 好嘞 晚清 谭司令让你过去一下 帮他翻译一份文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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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我今天能来上班都是你算计好的吧 所以你为什么瞒着我 你妹妹白送来的钱我为什么不要啊 这不也是帮你减轻负担吗 谭司令这算办打得可真惊啊 我们两姐妹给你拿钱 你真当我们沐家这摇情术了 那不一样 你是我精挑细选的 她呢只能算是个赠品吧 但是婉婷小姐一天五万打烊我都给换掉了 我对你不保了 我是不是要谢谢谭司令啊 叫我来干吗 这个文件你帮我翻译一下 来 坐这儿 谭司令的文件还需要我翻译啊 翻译处放假了 这些文件我有用 快点 你说你现在已经是徐光耀的私人秘书了 这俗话说 宰相佳人欺品官 这你在这些想巴结都军府的人眼里 是正当红的人物啊 我这正当红的人还不是被你呼来唤去的 咱俩不一样啊 我呢 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掺沙子 拜码头 买旧账都得银子打你 可这都军府啊 不给我拨军响 我还正愁拿什么烧呢 烧婉婷的钱啊 她不是对你很大方吗 哼 怎么了 吃妹妹的醋了 少油腔滑掉 你 你又消遣我 我没消遣你 我只是 我只是不想让你在徐光耀那屋老呆着 无聊 等等 这个给你 你不是说这是我下的诅咒吗 扔掉 这可不是咒 这是法院寺的平安符 我听方丈说 你求了两个 一个 这给谁的 要你管 要你管 这如果是给徐光耀的 那应该早就给他了 难不成是给我的 你不要自作多情 这两个都是给我自己求的 是吗 那你为什么跟我吵完架 就把他扔了 我想扔就扔 你管得着 沐小姐 司令 沐小姐这是怎么了 这都没看出来 是被我的魅力征服了 害羞了吧 好 您 您说什么就是 签字 故意戏弄我 早朝真应该给你下个咒 我呢 是新冠上任三把火 这掺沙子 败买的 买旧账都得银子打敌 可是都军府 不给我波军饷 我还正愁拿什么烧呢 喂 李老板 喂 李老板 我是防守司令部的秘书 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事 看你方不方便 帮我们筹一笔钱啊 这个 我再考虑好了吧 行 谢谢啊 喂 张老板 我是司令部的秘书 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 爸爸 您找我 万卿 来 坐 万卿 在司令部上班这几天 还适应吧 挺适应的 官耀哥和谭司令都很照顾我 万卿 你是个聪明孩子 光耀和谭司令的关系很微妙 你身在其中 凡事 要多考虑考虑 我知道 我们家和徐家是市教 我会事事优先为光耀哥考虑的 我要你去司令部上班 不是只给光耀当小跟班的 所以爸爸要求你 凡事多替沐家考虑考虑 都军府也一直很照顾我们沐家的生意 为徐府考虑 不就是为沐家考虑吗 关系再好毕竟是两家人 黄卿 谭司令为什么要让你去筹钱呢 你是咱们沐家的大小姐 全上海最赚钱的买卖 都是咱们沐家的 可你呢 却去联系那些小老板 这件事情要是让 谭司令知道了 会不会以为咱们沐家在刁难他呢 是我想的不够周到 我光想着我们和徐家的关系 没有想那么多 这事不怪你 多历练历练就好了 那爸爸 我还要不要给其他老板打电话 你去问问谭司令需要多少钱 我给他设立一个私下账户 但是这件事不必和光耀说 好 谢谢爸爸 你放心吧 你去开个账户 我爸已经同意了 收给你一部分钱 好的 我知道了 看样子 晚清小姐把事办成了 我看中的人有错过的吗 通知兄弟们 明天发响见 那我呢 有我的吗 你自己什么颜色衣服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就等着杜军府给你发吧 我没有 这混着闹闹 天空无欢喜 我 就没关系 你这么想好 你只是周杰 怎么啊 说什么呢 我说没钱一样伺候您 翻这儿说 早知道在这儿领钱了 司令不到现在 还没有发军箱 咱们没名没份的这么多年 靠司令一个人养着 但你现在不一样了 司令部队 上海王的副官 兄弟们可都很羡慕你啊 是谁的人不重要 副不副官的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 只要能跟着司令 我就心满意足了 对了 司令今天怎么没来 他呀 跟财神爷约会去了 财神爷 财神爷 还是个女财神 不错啊 赵比很大 你是怎么说动你爸的 这钱可不是白给的 我还有一个条件 说来听听 听说现在日本商会在青岛 天津 收购了很多中国的沙场 而且现在还开始在上海 倾销洋沙 如果有一天 他们染指上海的市场 我希望你站在穆家这一边 有 小可怜咸鱼翻了身 算盘打得挺精明啊 不准备自立门户 要与穆家融融与共了 如果有一天 你谭家军的棉衣绷带 要找日本人买 你还会觉得我精明吗 我果然没看错人 你比我想象的更聪明 但是你没有我想象的坦诚 男人嘛 不要听他说什么 要看他怎么做 可明明可以说得很清楚的事情 你为什么非要我来猜 什么意思 你瞒着我 激怒我 其实都是在试探我 如果我把你和穆婉婷的勾当 告诉了光耀哥 你就不再相信我了 对吗 你送电影票给光耀哥 其实也是在试探 如果他知道了 你从穆家拿军饷 以他的性格 根本就不会陪你逢场作戏 为了保险起见 你让翻译出放假 让我来给你做翻译 如果他知道了你的企图 他怎么会让你接近我 两次试探 你确定了我没有出卖你 所以你就透露出 你要筹钱拜码头的事情 如果我愿意主动帮你筹钱 你就暂且相信我 如果我不愿意 你再自己出马 你表面上嘻嘻哈哈 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其实你心里 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人 你对我也不是完全坦诚 比如那个平安符 那个平安符就是 我们是合作伙伴吗 我为你祈福 给你平安 不是理所当然 你这么说话 我有点不太习惯 那你从今天起开始习惯 别这么看着我 别这么看着我 我的眼睛里没有一抹诡计 我信 卢给你平安 Scottish 而且好 我 дан不太习惯 别再帮你 裝队通得有美酒 是何城市 私咱 存在 Store 夕都辦 殷都辦 在沐家公館中 这几天住得不错呀 容光焕发呀 我在哪里都睡得好 倒是谭司令 今天挺早啊 我没睡好 这新官上任 百事缠身 而且我又没有 穆小姐这样得力的助手 所有的事都得自己盯着 累呀 我看谭司令 心倒是挺大的 这谭家军的遣散方案 到现在都没个瘾 也没见你心累 方案的事再容我想几天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手下这帮兵游子呀 实在是太难打发 一说到安置 就挑肥减瘦了 我头头大了 这呀 包袱可不好甩 不然我也不可能 被拖累十年 拖累 我看谭司令 倒是挺落在其中的 咱不说这事了啊 我今天来啊 是有别的事要跟你商量 谭司令有什么事要和我商量 怎么说呢 我吧 初来乍到 但我也知道 这上海滩的规矩 甭管你是有枪还是有钱 必须在这儿拜过码头 把这些各路神仙呀 统统面前烧过一遍箱 才算在这十里养场 站住脚 对吧 谭司令 这码头 你打算怎么办 我觉得这话 得要分两面说 首先我 我现在毕竟是司令 你让我一家一家地去拜过 这多跌分啊 所以我想 如果在咱们司令部 举办一个庆功宴 到时候把这些神仙都请过来 聚上一局 那以后要是有什么事 请人帮个忙 也图个方便呢 谭司令 人情应酬的事 你自己决定就好 不必和我商量 别呀 我的面子哪有您的打 再说了 咱们俩现在是同僚 到时候我请宫宴 你必须得来啊 我 最重要的是 这个呢 是送给穆家 还有另外两位少帅的请帖 这个就麻烦你 帮我代为转达了 你说这谭玄林真是的啊 比我们承认她是上海王就算了 现在还邀我们去参加什么 破庆功宴 这根本就是得了便宜 还卖乖嘛 这倒不要紧 她办这个庆功宴也好 我倒要当着 护上各位老板的面 问问她 为何迟迟不见她 遣散谭家决 有事啊 司令 二哥 下来 我不下 下来 就不 谭四 给我弄下来 是 你敢 不敢 二哥 想我没 这 真沉 二哥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我知道 是我错了 不过仔细想想 不过是有点色令致婚吧 不过是有点色令致婚吧 但是我觉得 也不算什么天大的罪过吧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 说什么色令致婚 我 都懒得说你 二哥 二哥 现在你当上了上海司令 是不是觉得 有我这样的妹妹 特别给你丢人 你还真恩啊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我改不了 要么干脆 干脆你把我送到 别的地方上学吧 我就知道你没别好批 说吧 我听听 二哥 我想转学 去北京 二哥 二哥 你听我说 别再烦我 二哥 我又不是你的兵 你冲我凶什么 四小姐 您就死了这条心吧 司令是不会答应的 我去北京 挨着你了吗 就知道说我 裴少帅在上海 参加庆功宴 您跑北京干吗去 他要去参加庆功宴了 不是 那个 你 你干吗去啊 不是 那个 你 你干吗去 我学校啊 忠诚 估名钓医 人各有志 扬眉吐气之事 想风光风光 人之常情 现在这些小报到底有完没完 时局动荡 这战乱不断 共产党组织的罢工阵势越来越大 整天都弄这些划编新闻 简直就是事风日下 什么时候开始连你这样的人 都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了 我哪样的人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一直都是爱国青年好不好 说正事 谭权林的庆功宴邀请 要你们都去 一个兵变上位的 竟然要庆功 光耀 你是不是心里别扭 不想去 光耀 你要是不去 我们都不去了 我们哪 不仅要去 还有人去的 越多越好 谭权林年轻有为啊 担此众人 令人可敬可赔 可喜可贺啊 木工过奖了 我还需要仰仗木工的支持 才能在上海稳定局势 木某就是一介生意人 只懂经商没有挡件 但我觉得 谁能够让上海平安 要我们能够太太平平地做生意 我就支持谁 木工说的事 她默契下了 快请 好 夫人 婉婷小姐 你们不像一对母女啊 倒像是姐妹花 都又讲笑话了呀 都是你们年轻人 风华正貌 我老了呀 快请进 婉婷小姐 今天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那也比某些人 穿得跟仪仗队一样强 司令 人婉婷小姐穿得挺好看的 你这什么眼神啊 就你眼神好是吧 那 那比 比你好点呗 小四还在出社吗 在呢 告诉你啊 你给我看好她 她要是再跑出来 你就给她当跟班 欢迎 谭司令 请进 非总统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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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来上海啊 希望您多多关照 小谭司令救养救养啊 对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 这位是约瑟夫先生 他是原动鼎鼎大名的犹太商人 差不多半个外探都是他的产业了 没有没有 没有 约瑟夫先生 幸会 谭司令 一号 请多关照 那当然 快请进 这位 瞧她穿成那个样子 有名无实的傀儡司令 有什么好得意的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 没见过事 不得提啊 这种样式的军礼服 只有在阅兵 或者是大帅就职典礼的时候 才可以穿 他未必不知道 这衣服不得提 你们觉得 他只是请客吃饭 但对他来讲 那就是荣登宝座 虽然有名无实 但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 才是上海王 跟他家伙不能带来 他就能够着 他呢 他呢 他就不着急 他呢 看人家传投 百分之大 才不得意 可能是什么 我的督办大人 你可算来了 我这迎来送往的累死了 我这刚刚上任 岁数又小 怕他们欺生 这到时候他们为难我 你可得帮我挡着 没事 说起来 你也是我都军府的部下 放心 只要你维护好都军府的面子 我也会给你面子 那是当然 来 请进 司令 许都办这话 探测 有时候这面子 是自己争的 欢迎 欢迎 谭司令 祝贺你 请进 谢谢 你说那个 对啊 他什么好好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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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 等你去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他真的 他真的 咱们得盯起来啊 抽热了 抽热了 是啊 走啦 拜拜 走啊 走啊 再见 拜拜 回头小了 您明天见 您明天见 再见 好 谢谢 好 今天来 谢谢 来吧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来来 老板就这样靠近你 来来来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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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 真是 沐先生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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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 挺厉害的 是 我只是想看好久不见 很高 好 encounter 我最不错 好久不见 是 很满 很热 太难了 了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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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虽然 我今天那妆是自己画的 早知道徐公子会来 我就该请个化妆师 帮我好好画一下妆 你画得再好看 关傲哥哥也看不上你 我才是关傲哥哥唯一的未婚妻 他的心里只有我 小声点 谢谢啊 咱们一个人在这儿 不去跟那些小姐太太们聊聊天 我跟她们都不熟 而且她们聊珠宝首饰 我也不懂 话不投机 的确不用拖在一块儿 在这儿听听钢琴曲 也挺好 好 过来 哎呀 你看那个沐婉清 干杯 她那个样子不就是存心气我吗 脑子把她了 讲话要分场合好吧 沉住点气啊 婉婷一直在看这边 要是她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我已经死了八百回了 你是我秘书 当然得跟你在一块儿了 你 你也好歹去跟她聊聊啊 不然她又得记恨了 她那边都是太太小姐 我往那边去不合适 你怎么不去跟裴上帅 苏上帅站在一起啊 你一直在我这儿 我都成全民公敌了 全民公敌 太夸张了 要不我去把他们两个交过来 别别别别 要是你们三个人都围着我转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你不知道女人的嫉妒心有多可怕 那怎么 没有看到 你对我也有嫉妒心 天天把我往外推 你是我哥 你说我嫉妒什么呀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你又来干吗 沐婉清 我警告你 你最好离官奥哥哥远一点 你不要面子 官奥哥哥还要面子呢 那你让我怎么离他远一点 我是他的秘书 我总不可能不搭理他呀 别以为你当了一个区区的外文秘书 就了不起了 那些人对你好 是看着光奥哥哥 那照你这么说 你连一个秘书也当不上 是怎么回事啊 我劝你啊还是少说话 免得一不小心又把自己给骂了 嗯 这样我是非常开心的 去 来 小叔叔 嗯 今天庆功宴找我做陪 不怕别人误会啊 我巴不得他们误会我了 自从当了这个防守司令 上海他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想让你小叔叔当女婿 我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当个幌子 断了他们念想 哦你的意思是 我在你这儿就是个幌子呗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 等你小叔叔坐稳了这个位置 安定了局势 一定给你找一个如意郎君 风风光光地把你嫁出去 我才不要嫁人呢 我还没玩够呢 美 真美 就旁边那男的吧 看着是真爱 顾小姐和谭司令那是旧想事 青梅竹马的感情 你没戏 别怪我没提醒你 青梅竹马也不见得有戏 你和穆小姐不也是青梅竹马 最后还不就只是兄妹了 注意你的措辞 什么叫只是兄妹啊 发什么脾气啊 好好好 我措辞不到 我就是想说 没准儿 我还有戏 我看你还是省省 穆公 这哪是这样啊 招呼不招啊 走了 走了啊 别忘了今晚还有正事 忘不了 小姐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好啊你个死鬼 不许 不许 小姐 怎么又是你啊 一个人喝酒不无聊啊 我来陪你 喝你碰过杯 这酒都变得格外的好喝 这酒太腻 不太狠我的胃口 你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看来我们是不能做朋友了 要不 我们做情人吧 好啊 苏少帅 你知道你五行缺什么吗 缺什么 缺奏 好 来 泪花成雨满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张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 一起陨落 我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准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余晖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 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 这世间看不清 策马与你高歌 泪花成雨满天 回到相遇的起点 一眼就见到你 那张迷人侧脸 一望无际 天空海阔 我许下承诺 让红尘与我们 一起陨落 若忘记你轮廓 如何拼准 让几个空将我复活 拥抱着起落 余晖中扑火 这纷纷扰扰 的人世间 竟然耗尽我一生落寞 就算模糊 这世间看不清 怎么与你高歌 你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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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见到你